牧师师母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谢主我们今天受洗了 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奇妙的历程 幸而受洗的历程 几个月前我在Netfree看了一部美国的影集 叫做绿叶家族 它是一个教会的故事 看完之后呢我就突然想 我这么早退休 找个机会来认识一下基督教 但是有一天呢我在健身房 无意间听到经理在跟其他的会员在讨论教会的事情 我就主动上前问了一句 请问一下如果我要认识基督教要怎么开始 我永远记得那位姐妹 当天是兴奋地跳了起来 她说你找我就对了 你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幸福小组 感谢主 八月份开始我就在姐妹的邀请之下 开始到进食主义餐厅的橄榄树下音乐会 她邀请我去 我第一天去的时候 一进去我想 天哪 这怎么跟我在KTV尬歌不一样 这根本就是天籃 因为它是现场演奏 只有一个老师在伴奏 然后当场唱着很轻松的诗歌 后来她都不用邀请我了 因为我每周四我自己都会去 我在那里听着诗歌 然后每个礼拜我也看到 不同的人 不同的弟兄姐妹 在那边分享不同的生命故事 虽然这一切对我好像还很陌生 真的很陌生 但我总是在那里感受到 满满满满的正能量 我心里就想说 这个上帝好像不错 应该要来好好的认识他 所以呢 我就尝试开始学唱诗歌 那要唱就要从那个世界名曲 奇异恩典开始 那是我的第一首诗歌 经过了一个月 在9月24号 我第一次参加 幸福小组的一个正式的聚会 小组长在后面请大家抽恩典卡的时候 他说 你们可以心里默想着 想要跟上帝说的话 因为上帝会透过恩典卡来回应你 当时只有几秒钟的反应时间 我心里面就默想着 我相信主 我想要有被圣灵触碰的感觉 当天我抽到的卡片 写着花正在开 感谢主 当天姐妹为我方言带倒的时候 她说她领受到 看到的是一片曙光 那片曙光 从山顶上升上来 光芒四射 照亮四方 那个当下 我几乎全身起了鸡皮疙瘩 当我们再一次读恩典卡的背面 写着一句话 有时候 我们的生命正在一个过程里面 你可能在问 真的会变好吗 那么问问自己的心 如果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你愿不愿意去等 我当下 这是恩典的眼泪 感谢主 我当下泪流满面的说 我愿意 而且我非常非常的期待 所以我其实没有办法解释 为什么我当天 会有那样的身体反应 而且那位姐妹是我 第一天 第一次 跟她碰面 后来我的小组长告诉我说 圣灵触碰你了 接下来几天 一些奇妙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 首先呢 我开始在隔周一 就加入了小组的线上读经 虽然只是读 我还没有办法思考 但每天早晨 在小组长的带领下 听着诗歌 读经 祷告 这样子 早晨 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后来有一天 我走在路上 走在我每天 开车经过我每天通勤的路上 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看到红绿灯旁的路标 写着清楚的三个字 幸福路 就在前面 对 我想说 主是在告诉我 现在就正在走在幸福路上吗 又有一天很奇妙的是 我也跟很多人一样会追剧 我在Netflix看了一部影集 叫《王冠》 英国女王的故事 其中有一幕是 菲律普亲王跟他妈妈的对话 妈妈对亲王说 你要找到你自己的信仰 因为信仰可以帮助你 而且信仰是一切 平常看剧的时候没什么感觉 当天看到妈妈讲那句话的时候 我反复看了十次 我觉得上帝在跟我说话 几天后 我在车上又哼起了奇遗恩典这首歌 歌词上写着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ng How sweet the song 我当下突然间懂了 How sweet the song 我每天接触到的诗歌 读经 祷告 就是那甘甜的声音 另外有一句歌词叫 What's bright But now I see 原来那不是生理上所谓的瞎眼的人 会突然看见 而是上帝打开了我睛 打开了我的眼睛 让我可以看到 他想要我看到的 感谢主 透过奇遗恩典这首诗歌 我彻底的了解 只要我愿意 只要我愿意 上帝自然会打开我的眼睛 打开我的耳朵 用我能理解的方式 让我能领受他的恩典 我开心的在第二周 幸福小组 把我这个奇妙的历程 告诉我的小组长 还有我的区长 当天晚上我就签下了收洗单 回顾这一段非常奇妙的历程 其实从我一开始接触 到决定受洗 只有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很感谢主 用最轻松浪漫的诗歌 带我叩门 而且我也非常地感谢主 带我到借领小组 感谢小组的每一位同工 他们真的就像天使般的守护着我 感谢主带我回家 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 阿们 太棒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